来自利维夫的难民抱着罹患白血病 一岁许个月大的曾孙女瓦顾连科 孩子在乌克兰已进行过四轮化疗 战火下孩子们很难获得需要的照顾与治疗 被迫在地下室待这么长的时间 就算没生病的孩子也是个折磨 更何况病童 波兰的儿童肿瘤和血友病学会 与美国田纳西州的儿童医院合作 帮助患有癌症和血液疾病的乌克兰难民儿童 这些病童会先来到波兰中南部一个小村庄 波切涅克的诊所 医师先做评估 状况差的会先留院观察 比较稳定的病童 会后送其他国家的医疗机构 到目前为止 有28个国家约200间诊所热烈响应 也成了这项援助行动最坚强的后盾 大秀女方编译 教授 2 2 2 3 3 4 4 また